我们要保持平安 所以今天这些事必须保持平安 你觉得平安吗 走到地上 我告诉你现在 走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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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想看你这 我还不想看你这 本次事件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下落特县 2024年10月23日中午 42岁的黑人男子阿尔罗伊 拨打报警电话称 他的一名租客最近行为古怪 还破坏他的财产 希望警员能够帮忙将对方赶走 随后两名警员来到了报警人的家中 这是一处价值160万美元 占地约4万平方米的豪宅 此时迎面走来的男子便是阿尔罗伊 他不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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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到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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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坚强 他们都需要按坚强 从一开始就能够感觉到 埃尔罗伊说话有些不太正常 他不仅询问警员是否感受到了宁静与和平 还称他不需要带枪 因为他自己就是武器 而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也证实了他所言非虚 因为这名身高一米九 体重250斤的壮汉 几乎就是一辆移动的坦克 随后警员询问了租客 以及附近的邻居 并在交谈中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那就是房主埃尔罗伊的身上 竟然有一项逮捕令 于是警员通过电脑进行了确认 并再次返回了埃尔罗伊面前 但对方却坚称自己不叫这个名字 尔罗伊 尔罗伊 It is No it's not It is You got a warrant for your Do you know Do you know You got a warrant for your arrest Listen Calm down No one's calming Don't listen to that man Take off your glasses What is your name It's okay What's your name Take off I sold you It's Ben Day It's not Ben Day I got your picture pulled up man That is not You're Elroy That is not me How are you going to tell me who I am I got proof I got your picture That's proof I have your ID I have your ID 在得知自己将会被捕后 内心充满平静的阿尔罗伊 开始变得激动起来 而面对眼前这位一米九的壮汉 两名警员在最初并未轻举妄动 他们一边稳定对方的情绪 一边等待增援 你会有刀 loves 暂停 我听不明 后来 我对你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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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是 是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劝说后 埃尔罗伊仍然不肯就范 并始终坚称自己是另外一个人 警员健已经无法和平解决 便准备用电击枪将对方强行逮捕 一号警员首先释放了 但只是成功把埃尔罗伊给激怒了 随后二号警员又释放了第二发 但上万福特的电击枪仍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一时间警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又尝试用自己的格斗技巧制服对方 但却轻松被埃尔罗伊给挣脱了 平时尔罗伊 平时尔罗伊 I am not Alroy What is your name again? I am Ben Day Ben Day, then put your hands behind your back And do not shoot me with that shit again But just listen Go ahead and hit me with that and let it bend And then you'll see Back up Hit me with that and back up It's right here, it's okay Hit me right here 被激怒的阿尔罗伊一直在挑衅警员 不得不说 他的确是一名壮汉 也难怪泰色枪无法起到作用 由于这栋豪宅地处郊区 在案发的大约十分钟后 第一名增援警力赶到了现场 而这名三号警员也是脾气火爆 上来就直接掏出了电击枪 He's been taken twice and sprayed Get on the ground 阿尔罗伊的防御终于开始松动了 三名警员立即抓住机会 上前实施了逮捕 然而坦克就是坦克 即便面对三名年轻力壮的警员 阿尔罗伊仍然挣脱了束缚 并成功站了起来 You're gonna get shot I'm telling you You're gonna get shot 之后双方又继续僵持了几分钟 见阿尔罗伊仍然拒绝投降 一号警员回到车里取出了斗袋枪 虽然这是一种非致命武器 但其威力也和重量级拳击手的出拳差不多了 随后警员连续发射了三次斗袋弹 然而阿尔罗伊却大喊 这只是在挠痒痒 并在警员第三次发射后 像一头公牛一样冲向了画面中的这位二号警员 警员立即把枪扣动了扳机 由于此处的画面无法放出 您可以在评论区找到多个视角的原始影片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 二号警员被吓了一跳 眼前的男子不仅硬扛电击枪和斗袋弹 还突然向他发起了冲锋 尽管成功阻止了对方 但警员的情绪却开始逐渐崩溃 旁边的同事健壮立即跑过来进行安抚 或许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 也可能是真的不想伤害对方 二号警员崩溃地哭了起来 直到被身边的同事多次安抚 他才慢慢地恢复了瓶颈 事后我们得知 42岁的房主阿尔罗伊 很快在现场停止了呼吸 他的身上的确有一份逮捕令 但仅仅是因为非法入侵的轻罪 如果他能按时出庭 并缴纳500美元的保释金 那他就不会被签发逮捕令 也不会在自己的家里丢掉性命了 案发后 那名租客约翰逊因妨碍司法 和重罪未出庭而被逮捕 两名开枪的警员则被安排了 行政休假接受调查 他们一共射出了14颗子弹 由于房主阿尔罗伊 并未持有任何的武器 该案件也引发了人们激烈的讨论 有大量网友表示 警察不能用致命武力 来对抗非致命武力 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人力制服嫌犯 那么就应该撤退 等待更多增援 但也有很多人表示 警方已经把所有非致命选项 都尝试过了 并且面对如此巨大的壮汉冲过来 不管是谁都会选择清空淡价的 对于本次事件 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